你看网上有一句特别的这个概念模糊 叫什么呢 爱永远流向不缺爱的 缺爱的人永远抓不住爱 为什么呢 缺爱其实就是受过童年重伤的人 而且呢 这个受过童年穿伤的人 他在人生的这一生里面 不断的反复屡次受穿伤的概率特别高 肯定高于那个童年特别安全的 那个受保护的那个孩子 为什么 你看这个解释的就非常的科学了 你看说的都很玄玄的 什么爱之流向不缺爱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呢 你看啊 就是这种童年 逆境体验 早年遭受忽视或者虐待的女性 在成年后遭受强暴的可能性 是正常人的九倍 如果女性呢 在年幼时目睹了母亲被伤害 成年后遭受家庭暴力的概率也远远增加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种逃跑反应 他的这个机制已经麻木了 他看到危险他不知道躲 因为他会关闭自己逃跑的这个行为 因为他觉得我必须 他人格会解体 人格解体就是什么呢 失去自我的感觉 这大脑一片空白 在危险的过程中 或者在疼痛 会被刺伤了 或者被殴打了 看缺姐一直是 童年的时候被这个后妈反复的烫 拿油烫 拿这个汤汁烧高的 烧的那种那种焦糖烫 又让这个缺姐的班主任 拿着这个烧红烧热的铁铲子来烫 缺姐对烫上的忍受力就没有反应 完全没有反应 有什么呢 我一旦表现出 我被烫上的惊慌失色 这个后妈 这个老师就会幸灾乐祸 缺姐就连这个反应 我就人格就解体了 我连自己的这种痛感 被烫的痛感都已经就消失了 你看我的大脑只会 我不要表现这种疼痛的样子 所以说缺姐对疼痛的人生能力特别强 我感觉不到 我就表现我特别的 用德语就是 没有疼痛的 没有痛的 我就不让你得逞 这是缺姐的这种潜意识 就是以躯体 因为缺姐的这种 神经都和躯体已经解离了 人格就是解离的 确姐是严重的PTSD 是吧 然后呢 这种人呢 你看 是什么呢 你看有网友这么说 我遇到不好的人和事 我会假装对方不是那样的 或者假装我是愿意的 并且调动气氛 以假装遇到的事情是快乐的 因为遇到不好的人和事 你却不能改变这个不好的人和事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自己是无能的 是弱小的 同时因为自己的无能和弱小和无可奈何 你会感到羞耻 对自己无能的羞耻 需要假装 这都是假装 其实是把遇到不好的人 这事都放在自己这身上来承担了 听起来好像是斯德哥尔摩 不是 而是什么呢 但是人是这个大脑是有这个趋利避害的这本能 你看比如说缺姐在这个童年的时候 我是没办法逃离自己的死爹和后妈 去别人家生存的 别人没有人来接受 没有人来来这个收养缺姐 缺姐只能跟着后妈跟着死爹继续过 你如果说表现的特别激烈 他们会觉得会有强烈的这种快感 虐待你的快感 你表现的极度的反抗痛苦 他们就更加的快乐 他们就是要遇虐待你 所以确实就是让他不能得偿 我就是没有痛感 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的承受能力很强 就表现的很tough 就是很坚强 然后呢 认为自己在得到某种锻炼 并不是说我意识不到危险 而是就我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危险旁边 因为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脱离这个恶狗 没办法甩掉这些恶狼 所以呢 趋利避害的这种动物本呢 后天就被打断了 哪怕我直接再准 但是我没办法逃离这个环境 没办法脱离这个死爹和后妈 然后呢 有时候又因为自己的边界感 防备性过强 又拒绝了 其实是不错的人 适当的介入 为什么缺解 年轻时一直没有谈恋爱 我根本就不允许别人来进入自己的世界 我拒绝 我连谈恋爱这件事完全不想 不考虑 拒绝别人跟我产生任何深度的链接 因为只要有深度链接 你就想到了缺解的死爹和后妈有多么的恶毒 所以说呢 哪怕这个人是一个不错的人 缺解完全不给机会 理都不理 所以缺解特别婉恋 然后呢 你再看啊 他的机制永远是错的 然后呢 以为全是自己 就是敞开不敞开心扉都是错的 而且呢 就是成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引导 就用小孩的简单的应对方式 来面对极其复杂 变量非常多的成人世界 你看缺解 很多都是以不变用万变 包括缺解聊过那澳大利亚女朋友 她也是以不变用万变 她就一个模式 因为她的脑子已经麻木了 她动不了那么多 没办法做出及时的调整 所以说缺解发现 她有时候的行为也是很不得体的 而且很多时候缺解也意识到 这样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是错的 是不好的 但是想改变起来特别困难 因为什么呢 很多的这种当下的反应 都已经进入了潜意识 完全不是你自己个人 通过理智能控制得了的 然后呢 也处理不好自己的处境 和自己实际的需求 困在之前的模式 就按照惯性去做选择判断 你看啊 其实呢 就是遇到危险的环境里 就是能脱身就赶紧脱身是吧 表面上你忍了 但是你早走一秒 你就是止损 对吧 还有呢 就是一种情况 认为碰到坏人坏事 就是让羞耻的 需要假装好的来掩埋 另一种呢 是认为呢 这个对方的坏 还能在自己能够扛下来的范围内 第一反应 想不到是走 而是扛 因为什么呢 确实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 你走不了 你只能扛着 所谓本来走 应该变成你的这个下意识的反应 正确的选择 正确的行为 但是 没有 你完全是后天的这种扭曲 变成了一个扛 这种是原生家庭的这种恶劣的 对待方式 虐待方式 一边 一直是被这种 这种监护人暴力的破坏你的边界感 只能允许你忍 扛着 硬扛着 所以这个忍和扛 就变成你的条件反说 去逆着趋利避害 逃的这个直觉行动 你应该是逃 而不是忍和扛 所以说呢 缺解的这种 缺解的这种边界感也不强 看到这种 这种 这种 坏逼啊 low逼啊 这种 你看黄野鸡和葱花 其实都挺坏的 包括之前那个老骚笔 也非常坏 确实也都没想到去逃 赶紧就 就 就直接走人就行了 确实一直是扛着 哪怕道理再明白 一到临场的时候就会忘掉 就会掉进原来的坑里 同一个坑踩三次 才能修正出新的肌肉记忆 过程中还会把创伤是越挖越大 所以呢 自我救赎之路就来轮回回 非常曲折 你看啊 就有个网友 他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事 他说我连冷了 就要加衣服的条件反射都没有 结果经常是莫名其妙的 其妙的感冒 就那种锻炼的感觉 好像这样可以磨练自己 像拉韧带的那种痛 以为这样可以对你真大好 所以你拼命的压腿 然后另一个网友说 就说我小时候 我和父母说 我被子太薄了 这个太冷 结果那父母非要说 是我没盖好 整个冬天我都没睡过 一个完整的好觉 直到过年 我和奶奶说了 奶奶和我爸妈说了 我才盖到了足够温暖的后辈子 你看看 他就你看 还有说 去年跳舞 脚踝整个种的乌青 都还想着坚持 后来就更严重了 连趋力被害 避害的本能 都被养育的环境打断了 这就好像马戏团的大象 哪怕这个锁链已经 除下了 他明明可以逃跑 但是他没有跑的意识了 因为他永远就留在那个 只要一想跑 就会被过去的刀刺中 然后生活在那个环境下 可能会觉得 那就是正确的 就像不在海边生活 没见过海 就像困在牛棚中的牛 开门也不会出来 挨打也不会反抗 习得性无助 尤其是童年时被残忍的虐待 是会改变大脑结构的 不是讲道理就可以治愈的 因为需要人的潜意识来指挥自己的行为 你看潜意识就是让你扛着 让你忍 让你不要作声 让你表现的 让你表现的无痛感 不在乎老娘就是牛逼 就是强 老娘无感 老娘麻木 老娘盾 老娘持盾 但是你就会受到更多的伤害 包括交朋友 只是环野鸡 葱花和这个老骚笔给了缺解 一看苗头不对 立马就跟德语帮拜拜 就是一看这个瓦尼萨 她是这个人的就是神经过敏 她的神经过敏 这种极度的敏感 她肯定她有她的人格缺陷 她的这种原生家庭的状态 只是她这人有诚服 她不愿意说 所以都不愿意跟这种有诚服的人 继续交往下去 那我想瓦尼萨跟瓦莉莉亚 天天在一块是吧 我也不能因为 喜欢瓦莉莉亚 我就要忍受瓦尼萨 对我的这种冷淡下来的 这种态度是吧 那就没必要嘛 瓦莉姐就赶紧的退群 然后就说拜拜 我跟你不见了 咱们就姑着拜拜 就此别过是吧 也不用再因为考虑着德语帮 然后还要应对这个小王 说实话瓦莉姐心里 还有点想念跟小王见见面 因为小王他有很多东西 其实他跟瓦莉姐特别像 他也能让瓦莉姐找到相似的东西 但是瓦莉姐不能那么做 因为什么要又跟小王见面 感情就会升温 会不受控 因为他跟瓦莉姐有太多相似的东西 瓦莉姐看得到他的童年窗上 他看不到瓦莉姐的 他只是觉得瓦莉姐很酷 这个女人很不一般 然后自我价值感很高 很高楼 很傲 然后还挺谦虚 还挺低调 骨子里又特别硬 欣赏瓦莉姐 瓦莉姐还有点喜欢他的欣赏 但是呢 我又不能贪恋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跟瓦莉姐是 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结果 做这种 就是这种搞暧昧的 是这种什么什么 谈个小恋爱之类的 就不要说有肢体解除 大概率你们两个也会 童年窗上和童年窗上相处 人格缺陷和人格缺陷相处 这两个人 两个弱逼是不可能 生成一个强的结果的 绝对是一段糟糕的关系 所有人缺业就不要跟他开始 没开始就结束 这是缺写想的